中国大陆这几年快速发展 其中长达10万公里的高速公路 已经位居世界之冠 但是高速发展的背后 暗藏了底层民工的辛酸血泪 还有黑帮暴力剥削和压榨 2011年开始 中国纪录片导演张赞波 走进了无数个工地 用影像跟文字记录了这一切 完成纪录片红白蓝 随后他更进一步拍摄纪录片大陆 揭发中国高速公路辉煌工程 背后的黑暗面 站过去一点 2011农历年前夕 多数人都已经返乡过年 大雪纷飞的中国湖南高速公路工地 三个来自重庆开县的民工 仍然在异乡埋头逐鹿 原本只只想记录雪景的中国纪录片导演张赞波 忍不住上前拍下眼前所见 那场雪又是湖南40年南下的最大的一场雪 所以我就出去 在远远的我就看到他那个红头镜 在那个雪地里 劳作我就觉得 这个时候还有人在劳作 我就觉得 我就过雪 我就过雪 完全是寄星吧 这一次的寄星拍摄 不只是成就了纪录片红白蓝 同时也让张赞波在往后的三年 走访各地的高速公路 记录中国高速发展的背后 底层民工的真实人生 但是有很多的工人是住在背这个红白蓝 三色布蒙起来的一个工盆里面 另外他们也把它做一个 一个大的房间里面 风格空间的一个帘子 另外还是他们的包 他们出去的带行李包 所以我觉得这个红白蓝 给我的感觉 就是一个更民工 无关系的一个物件 五个月甚至还要更久 至少在完工之前 他们都得挤在这十坪左右的空间里生活 这里是卧房 厨房同时也是惯洗的地方 甚至就连洗澡都是一种奢侈 还行 快要不去挑手一用 底层的劳动者 底层的这些民工 他们的生活状况 其实可能在很多的官方的 主流的媒体上 他们是很少出现的 除了是出现了很大的事情 就是说发生了工伤 可能这个时候 在死了多少人 可能他们的名字下来 出来甚至有时候名字也没有 因为红白蓝而发展出纪录片大陆 揭发出中国高速发展背后的压榨剥削 甚至是网顾百姓的居住安全 还有公安意外与黑帮暴力 短短几十年中国高速公路建设 各大十万公里的世界之冠 眼前看得见的是国家的辉煌 看不见的黑暗面是另一个世界 的缓短几十年中国最后人的身边 是纪录片大陆